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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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鞋子可以是傳達一個人風格的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因為你可以藉由一個小小的東西你可以傳達叛逆或者是簡單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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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喝琴台南原創手工鞋 就是著重在喝琴 那好穿這個名詞 其實是源自於我爸爸 就是他自鞋業三十幾年來的堅持 他就是 他總是就是跟我們講說 鞋子一定要好穿 然後這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 那我覺得這也是對顧客的一種責任 就是非常貼近人的嘛 你每天走路都是會用到的 所以其實他穩不穩固是很重要的 我們製鞋的時候非常注重就是 三點著地這樣 你看他很快就停止了 他還在搖動 所以其實這雙鞋子就是非常穩固的 這種鞋子你在走的時候就不會晃來晃去 每次很慘痛的經驗就是買了一雙裸靴 一出門就是一個慘痛的開始 我的天啊 因為那雙裸靴它是木頭底的 然後它很滑 那我就走走走走走到公車站我就摔倒 那我就傻用想說怎麼會這樣 想說應該應該只是我不小心吧 然後結果坐車坐到地鐵站又摔倒 就我那一天整天在外面一直摔倒 像服裝它是用公分下去計算它的板 但鞋子是用毫米 所以其實它是非常精細的一個過程 包括材料啊 然後結構啊 然後高度甚至是頭形 碎頭它是非常多繁雜的因素結合 才有辦法製成一個非常舒適又漂亮的鞋子 是從舒適度跟安全性上面去著重 我們的足弓鞋墊整個是鋪滿3mm的海綿 以及3mm的乳膠 製起來就會是軟軟 卻是紮實的結構 用專利挖空的中底結構 然後套入軟墊 所以你走路的時候很好轉折 因為我們鞋子出廠前的鞋口 一定會按摩 尤其是兩側跟後跟 好穿就是要適合每一個人 所以像是有一些特殊腳型的客人 像是拇指外翻啊 然後我們會請他們就是畫出自己的腳型 然後還要再拍他們腳的俯視圖 跟側面圖給我們 就用這個來判斷 要怎麼幫他們處理他們的鞋款 一個產品它可以很豐富很多元 不一定是侷限在一個風格裡面而已 或是一個地方 它可以開啟很多想像 我們目前喝琴就是做了四個系列 那試用材質啊 然後炫型跟跟高去做搭配的 主要就是要傳搭 讓我們的顧客買到我們的鞋子 就是最直覺的去感受到好穿 回家工作之後就想說 如果可以把這三十幾年的工藝 就是我們可以把它傳承下來 然後做好穿舒適的鞋子給客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我們要先非常感謝我們的爸媽 就是給我們這個平台 讓我們可以做這麼多事情 那我們自己的平台是 如果穩健了之後 我們想開一間實體店面 就是跟大家分享我們覺得很棒的東西 然後這是我們的影片 我們看不會很棒的 我們會記得 但是我們先看